拒绝1500万签约费 15岁人小鬼大支持被家暴的妈妈离婚 成为家里顶梁柱保护妈妈 钟美美成熟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原生家庭 钟美美在综艺少年烦恼研究所的节目中 遇到了一个有关于离婚的话题 因此她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自己最希望的就是父母可以离婚 钟美美和妈妈一直在遭受父亲的家暴 父母离婚之后听到敲门声 她还是会感到窒息 父亲带给她的黑色回忆 还是会在梦中困扰她 钟美美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并表示自己的家已经满园了 没有父亲的位置 看得出钟美美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 她珍惜家人 但对于家暴的父亲 她也能果断地将她拒之于千里之外 钟美美一直都希望父母离婚 但母亲始终犹疑不决 原本两个人早就应该离婚的 但在母亲下定决心之际 她又怀孕了 所以她等了一段时间 妹妹出生后 钟美美也终于离开了父亲 母子三人生活在一起 钟美美在节目中说出这段话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事后钟美美在平台解释 说自己当时在节目中有些失控 但的确困扰了她很久 是难以抹去的回忆 但她现在已经决定 将那段经历抛之脑后 现在的焦点就是 如何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她会将曾经的不如意 化作前进的动力 最后钟美美还呼吁 有同样经历的朋友 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面对钟美美的付出 有的网友并不看好 说她小小年纪就很贪心 一心想着敛财 还靠着卖自己的父亲博去通行 但是换一个角度考虑 钟美美勇敢走出这一步是对的 家暴本身就是违法的 不管是谁 钟美美虽然参与了一些工作 但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她想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妹妹 而且钟美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 她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还给自己安排了丰富的课程 比起一放学 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同龄人 她已经很努力了 对于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 我们应该更加宽容一些 13岁进入大众的视线 15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钟美美终究还是不一样 她利用自己的幽默天赋 赢得大家的点赞 在面对诱惑的时候 能够选择更加长远的道路 在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 能够勇敢地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钟美美虽然年纪小 但头脑却很好 也拥有同龄人少有的勇气 相信在爱她的人的陪伴下 钟美美会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她的人生才刚开始 她跟家人也一定能够获得幸福